各位一个那个就是疫情加重之后 远距上课的一个调查 那这个是调查结果 总共呢收回有26份 也就是26个同学有做了问卷 然后基本上 所有的人 百分 应该是在 这个百分有点怪怪的 等于是基本上 有23个人 88 的人 他觉得是要用远距 所以啦理论上今天 本来是想说要不要采远距 可是很久没看到大家 所以说要不要这样 而且学校也没有说一定要 也没有跟我们讲说 老师你用远距OK 我怕说到时候学校会说 老师你怎么都没有来学校 对不对 当然可能也是我多虑的 不过之后也许 我们上课的形式 可能在疫情还没有降下来之前 可能也许大部分我们还是踩远距 至于哪一种远距比较OK 我有调查一下 我发现大概35% 这个35%是用YouTube直接影片给各位 就像上次那样 然后看完影片之后 在下方留言 有点像迁到 OK 这是我想到一个可能是比较简单 而且对各位干扰比较少的方式 所以选择的好像相对的比较多 另外的话还有用Google meets通过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当然不过这个方式的话变成说你们就要 就是这个时间点必须要在电脑前面 那就不是 比起刚刚YouTube的部分 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吧 另外我也会把影片录下来 至于哪个方法好 我想理论上我会倾向这个 这个方式为主 那这个方式为辅好了 所以也许下个礼拜 然后我们有些影片我会先预先公布 可能前一天 那我会把它公布在上面 那请各位一样 反正你就几个步骤 固定的SOP 第一个你就把影片看完 然后在最后一个影片 记得最后一个影片就好了 不要每个啦 下方留言一下 告诉我你已经看完 让我知道一下 那表示点名一下吧 因为说真的远去要点名还真的蛮困难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把我指定的作业 那我理论上如果我有作业的话 我也会在数位学院上面 开一个作业区 你就把作业缴交了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每次上课啦 基本上大家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然后呢 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作业 大概是这样子 跟各位说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把刚刚的部分完成 所以刚刚提到的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一件完成所有事情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就是把这个性别的名称 要改成它上面栏位名称 把这个上面栏位名称呢 把它放到这边来 让它可以自动去查询的话 那中间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Indirect 名称的话可能最好是 把它稍微记一下 Indirect这个函数 Indirect这个函数 透过它呢 可以把这个名称查出来 放到这边 让它变成一个名称 那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如果我假设向右填满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去抓它上面栏位名称 所以我只要定义好 所以我名称就OK了 那所以我刚刚把名称 稍微定义了一下 我几乎都定义好了 所以我好像只有剩两个名称 我最后 那第一个方式很简单嘛 就是这个是它的名称 Ctrl C 然后它的范围在这里 然后贴到这边 这边已经有了 那这个呢 这个没有 Ctrl C 这个范围有没有 这个没有 贴一下 然后Enter就可以了 记得这边一定要Enter 然后看一下这个范围有没有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没有 Ctrl C Ctrl C 这个范围 Ctrl P Enter一下 记得动就不要做错了 然后这个好像也没有 那一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先复制它 然后贴到这边来 那最后当然如果你要确认的话 你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人 可以找到你刚刚做的范围 比如说性别 它会跟你讲说是这个范围 对 然后年龄是不是底下这个范围 看一下虚线 对 没错 那你可以check一下 教育程度 是不是这个范围 对 好 那大家基本上没问题了 没问题吃货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键完成 那怎么做 首先一样呢 利用刚刚的公式 其实主要改哪里 改这个table array的地方 把这个table array改成 叫直接indirect 直接去抓上面的标题名称 所以你找一个indirect 这个名称可能最好是把它记一下 如果记不下来 你可以参考云端上面的那个名称 刮辅之后的话呢 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名称 就刚好在哪里 刚好在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可能多成 再把它记立着掉 直接跟他讲说 在B1的里面 OK 不过他怎么跨工作表 你再取消一下 其实理论上 点的这个地方应该不需要跨工作表 可是他多了这个问卷调查02 所以请你把前面的这个工作表名称删删掉 直接输入B1就可以了 然后刮辅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取得我们的资料 意思就是说 我把上面栏位名称丢到这边来 自动帮我转换成一个 这个刚刚的那个第一名 这个名称的范围 就自动帮我把资料抓过来 然后如果把案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会自动也一样 向下填满会不会OK 不过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会发生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如果你向下拉的话 一样的问题发生了 B1 这个储存格 1会变成2 所以记得怎么样 最后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请你把1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打个勾就可以了 那你把他向下填满 应该就不会出错 但是呢 我今天的终极需求是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他向右拉 也可以得到答案的话 你会发现向右拉 他的B1会变成CE 那你会发现这样就OK 对年龄 把年龄的资料查过来 那教育程度OK 也OK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讲 先做一个这个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公式结果 其实主要是改Table Array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你再把他向右拉 其实拉到欧栏放开看看 如果呢 你看到的结果是全部查完 那恭喜你 你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把他向下拉 拉到150E吧 可以把他放开 那你会发现呢 他就会帮我把所有的资料呢 全部查回来了 OK 那这个是不需要写程式的状况 他可以帮我们完成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再把刚刚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改 改哪里 改这个地方 就是Table Array的这个地方 利用In the Array去抓什么 抓上面这个名称 把这个名称抓到这边来之后 自动帮我把那个名称背后的范围 查到这边来 OK 那记者这边加一个钱的符号 这样就完成 并且呢 打勾之后呢 按确定之后 把它向右拉 拉到这边 然后再向下拉 拉到底 这样子的话 就一气呵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这个公式啊 假如说你怕会有Rose的部分 那你们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 这边 记得好像公式在这里 一模一样 在这里 在云端白板的第三页的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正好 efficiently 感谢观看